美国摇滚流行歌手艾威尔 创作了许多耳熟能详的音乐作品 当中经典诠释次文化 庞克的元素 奠定了流行庞克女王的称号 是许多人效仿的对象 不料她在事业如日中天时 突然消失在荧光幕前 后来被发现是因为罹患莱姆病 而卧床养病许久 演艺生涯也被迫中断 直到2018年击退病魔后 才重回大众视野 日前她登上中国跨年晚会 相隔十年的开场 令不少老粉丝都很期待 能看到她精彩的演出 重温青春回忆 没想到她仅唱了两首 于2002年以及2007年发行的 Girlfriend和Compoling Technique 虽然热力四射 悬桑依旧 但只以两首老歌交差 就爽赚人民币 还是遭到不少网友痛批态度敷衍 不过大部分人认为以她的地位 能唱两首歌已经很有诚意了 分分在她的贴文底下留言 希望她到中国开演唱会 跟直呼十年了还是很爱她